很感谢的就是我女朋友嘛 对 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一句 刘培育结婚吗 我第十 但我太太感觉还挺流浮的 我看到了一条片子 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个名词只是比赛的意义而已 然后因为今年我已经把我所有想讲的都在节目里面讲完了 就是我参加拓球大会的意义 然后也感谢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我就一一不说了 其实最想感谢的就是我女朋友嘛 我就是感谢了 因为他给我提供了生活很多素材 因为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然后他也帮我改段子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一句 刘培育结婚吗 你为什么没有让我洗头 全都哭了 全都哭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一都是室友 咱们一跟他见证了他们的感情 把一人住在一起 把一人住在一起 我还想说一句话 我之所以在这个舞台上说 不是因为浪漫 或者特别 是因为我觉得我长到现在 以我眼见的生活 和我的信仰告诉我 像一句话 就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生的好人 只有被约束的本命者 谢谢 我没听懂 哈哈哈哈 你又别听懂了 你还没完成你的仪式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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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 哈哈哈哈 我看看 哈哈哈哈 嗯 你要说啥呀 他懂 哈哈哈哈哈哈 要是哪一句 说 他也不知道 哈哈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能换 现在这个时候 哈哈哈 今天一直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 78 00 kalian